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很常来跑这个249 我们都是用同样的换电的系统 我们只是厂牌不同 我们使用的动力是一样的东西来源 所以想要分享给我们看看 那至于就跟我讲 他觉得说跑249一开始觉得还好 就是可能是体力上的需要把持得住而已 那当下我会觉得很累很辛苦 好像没有必要去参与这个活动 对就是也不太想尝试 因为觉得24小时不睡觉很辛苦 那我心里就想说出个题目给他 如果他能完成 那我们就来做 249是几点我觉得没有挑战性 如果有挑战性的话 我们就来跑一个全国14间门市的这样的活动 你觉得如何 但他后来提一个说 可不可能在24小时内完成14间店的台点 Google地图显示 23小时多少多少 接近24小时 我想哇这真的有点硬 但是没关系就是硬才有感觉 当时心里想可以再试试压秒 而且这中间不可以有任何差错 过了一天 我们提出这个东西隔了一天 那一位车友跑来跟我说 我已经把路线全部都调整好了 所以我觉得有可以挑战他 所以我当然会答应 所以他这个14间店 我觉得是很有挑战性 我就觉得 我就答应他 我就说好 好 赶快找人 就出发了 前五谷人后如来者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后来就决定说 我要做 然后也测试一下我们AI One的性能 一开始我朋友有邀请我去环导这件事情 应该说他一问我就说好啊 那他也有解说过说 可能中间我们要踩了14个点 很多的东西都是一个信任 因为你相信这个人 他会带领你完成这件事情 你就会义无反忽的好 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透过朋友的介绍 买了电动车 然后也开始了这个旅程 那他讲的这个任务 我觉得蛮棒的 我想要把这份的感觉分享给大家 也许我们也可以做得到 我一定要完成它 我要出发的那一刻 后面有一位女车友 她说你是不是很紧张啊 你的手都在抖 我完成了人生第一次骑电动车 跑舒华公路夜骑 很开心这样 电动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是有解徽章人物 我觉得很像一个game 今年跑了9趟下来 然后还有跑20趟的 我真的觉得电动车比较猛 因为这个的路线 不是顺向就是逆向 都是固定一圈 可是因为为了这14间店 我最有印象的就是在台中 台中有三间门市 杀戮海边 一路到市区 我到了这个市区 我要横着走再下去 走一个闪电 到下去云林 我觉得那时候 我就觉得怎么办 这个可能会是瓶颈 但是因为比较 可能有点经验 所以把它规划在凌晨 晚上夜间 车比较少 也不会那么塞进市区 所以我们这次路线是走逆向 我们要在西部快速通过 东部是百天欣赏东海岸的风景 在24小时内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所有的东西集结在一起 所有的会阻碍你的问题都出现了 这个任务非常的辛苦 非常艰辛 我最印象深刻是到佳音那一段 超浓的大雾 那个大雾 是我从来没有受过的那种精神冲击 在下淑花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到宜蘭市 是下一个非常大的雨 最后还有下雨 然后又交通管制 我觉得可能隐喻 就好像一个人身上有很多关卡 即便你经验丰富的人 你意想不到会有什么事情状况发生 我最印象深刻就是它的车灯 那个非常的亮 照度非常足而且又广 然后在山路的时候 我几乎两台车吧 就可以把整个前面打得非常亮 如果我今天骑我自己的车好了 即便我的车已经改了车灯 但是我相信那个雾打过去的时候 它还是会看不清的 我骑这台原厂车 而且还没有改过 它不仅不会抖 而且它的灯非常的圆跟广 即便你跟前面已经拉长的距离 你只要打开圆灯 你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个人认为AI1 给我骑乘最大的感受 就那颗表让我觉得很惊艳 但是最让我觉得不同 就是骑乘上的那个 给我最直接的感觉是操控 这个车架怎么这么稳 而且它全原厂 其实我回来的时候 我一直不可思议 这个是全原厂车欸 然后再来是 它在过弯的时候 它的那个倾斜度 它轮胎的抓黏 是非常紧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噢 今天我可能下雨了 那我在这条路上 我会不会容易打滑 会不会容易抛出去 什么之类的 不会 这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 虽然电车要一直换电 但是它是一种解任务的感觉 加上它在 骑山路的那种瞬间加速 我觉得非常的爽 我有骑过其他系统的车 就是二啊 二代 可能比较偏代步或舒适性 我的这一团的团友们 说我们是不是要放弃 其实心里面有点难过 我觉得应该可能会失败 然后一直在看着时间一分秒流失 我觉得最痛苦的地方 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 当你快要放弃的时候 我们互相一直在拉紧的自己 至于的表情告诉我 就没关系什么 我想说不行不行 既然今天是我带队 我不可以说放弃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是 它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凝聚力会更强 我们就是一直互相打气 一直跟他跟彼此说 我们不能放弃 不要放弃 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 我记得风源换电站的时候 有一位大哥 他骑了狗肉车子 来送一些人生金 险金之类的给我们 那在高雄的时候 有一位女车友 他提供暖暖包 跟巧克力 就是觉得很窩心很感动 我在当下的感想 就觉得自己好像 在做一件什么大事的感觉 好像大家都在注目这件事情 大家都觉得我们很疯狂这样子 所以我 我觉得我必须要在24小时内 赶快再回到三重门市 那最后的完成时间 好像是在23小时 18分的样子 58分 真的是压秒 到门口真的是压秒 那我们一群的车友都来迎接 这样 我的感想是 还好 没有肉气 我觉得很开心 很兴奋 很亢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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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就是再次